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圆满蛮城各项议程后 11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大会通过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下午三时闭幕会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达峰 何维 武维华 铁宁 彭清华 张庆伟 洛桑江村 雪克莱提扎克尔 刘奇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 李强 王滬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 出席2900人 缺席56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赵乐际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已经表决 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政策取向和工作任务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已经表决 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 这部法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决定批准 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4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任务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随后赵乐际发表讲话 他说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在全体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会议开得很成功 凝聚了共识 明确了任务 坚定了信心 是一次高举旗帜 真抓实干 团结奋进的大会 赵乐际指出 大会期间 代表们肩负党和人民重托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 依法履职尽责 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 会议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 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 赵乐际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认真落实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同心同德 宁心俱立 团结奋斗 坚定不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 所创造的经验 所拥有的权利 所发挥的作用 激发全社会创业 创新 创造的热情和活力 汇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要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攻坚克难 善作善成 努力克服一个一个困难 办好一件一件实事 完成一项一项任务 在团结奋斗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赵乐际最后说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万众一心 拼搏奋进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而不懈奋斗 在主席台就坐的还有 马兴瑞 王毅 尹丽 石太峰 刘国忠 李干杰 李淑磊 何卫东 何立峰 张又霞 张国清 陈文清 陈吉宁 陈敏尔 袁家军 黄坤明 刘金国 王小洪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和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下午3031分 赵乐际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刘黄坝宫